保安局指,研究安排專機接載5,000多個滯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港人 政府發言人指,入境處已經分別聯絡大約3,200個和2,000個滯留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港人 由於人數眾多,部分求助人的資料未齊全 現時印度的交通限制非常嚴格,巴基斯坦也禁止所有國際航班升降 加上考慮到他們回香港之後的檢疫安排和醫療系統的承受能力 政府需要分批協助受影響的人 初步計劃優先協助,現在身處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或者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和周邊地區的港人 分別由新德里和伊斯蘭堡飛回香港 費用由用者支付,但是具體安排仍然有待商討